咱們要討論啥嘛 我們這裡除了討論車子以外還能討論啥嘛 台灣渦輪車幾公里換黑油啦 五千就換就對了 一律都是五千換油沒什麼好說的 車窗沒辦法弄下來怎麼辦 車窗沒辦法弄下來是好事啊 我跟你講車窗沒辦法降下來 比沒辦法升上去好多了 你有沒有在路上看到很多車有沒有 車窗用一個垃圾膠帶黏起來有沒有 那是車窗搖不上來 窗戶下不來有幾種可能啊 我遇過幾種啊黏住了 就是被那個膠條太久沒開 膠條會黏住窗戶 第二個就是升降機壞掉 第三個就是開關壞掉 就三種 那個電動窗開關也是會壞啊 所以你還要判斷搖不下來 是暗的時候有沒有馬達在做中的聲音 06年的Lancer賣15萬有這個價值嗎 如果那台車車窗很好的話也要 這個網完提出這個問題喔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車子 現在價格都到這個 都在這個5到8萬 5到10萬之間 在遊走 為什麼 因為你車窗如果緊繃很差的有沒有 一看就知道這沒好 遺潔也破了 也跑30 40萬了 外觀也爛爛的 然後整台車都破破爛爛的 那毫無懸念嘛 你看到他就是直接 舊換新政府不入換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舊 還有舊的 他的價錢一定會落在這個 5到10萬之間 就是那個車看起來 沒有那麼糟 好像還可以舊得起來 所以我就舊了很多這種車回來 其實如果有常來我店 你就知道我的右半邊 裡面這邊擺了很多那種 要死不活的 就是半隻腳踏進墳墓的那種車 你知道嗎 我都想一些阿公阿婆回來 你知道意思嗎 我是沒時間整理啦 那有的車他就是像我講 他就介於 他的價格就是介於5到10萬之間 然後介於那種 我到底是要整理好 還是不整理好的那種很尷尬的狀況 那剛剛這個王王問的問題就是 假設這個車 我買六七萬回來 我真的認真的下去整理 肉油啦 皮帶啦 所有耗材 引擎腳啊 口衣爐要不要換啊 有的沒的 底盤的東西換一換啊 還是什麼 有的避震器有聲音啊 換一換 我告訴你這個車出來 一定都是十幾萬 那最佳的例子就是我昨天晚上 我的粉絲頁剛PO一台2002年的Artist上去 那我告訴你2002年的Artist 我們怎麼買 絕對都要超過政府的補助價下去買 因為你想想看哦 2002年的Artist 下面還有2001年的Artist 還有2000年的Carola 還有99年的Carola 甚至到一直到95年的Carola 甚至Vios也有 他底下還墊著這麼多車 那那些車都還沒有報廢 對 所以我這些我這個Artist 如果他車況還是許可的狀況之下 我不可能買低於5萬 沒那個機會 所以回來以後再整理 整理完出來賣 拍謝 10萬翻過去了 所以這個王王問的說 其實06年的Nancer 坦白說車況不好的 報廢場真的不少 那如果真的是一台很有照顧的車子 然後我覺得15萬要非常接近完美的狀態 他是有可能也是合理的 銀色那台Artist 欺騙的狀態 對啊 那就硬救啊 就是救啊 想辦法救啊 對啊 把他救回來啊 所以剛好玩玩問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時候 尤其現在拍YouTube影片之後 很多人都會上來問小思一些 有關於車的問題 我很歡迎 那當然人在直播問 更歡迎 那這個也記得 有新朋友上來 想要問一些關於車子的問題 幫小思分享一下這個直播視頻 那我們只是真的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去推廣說 希望更多人知道其實二手車它不是一個不能買的東西 或是它不是真的是一個很黑暗的東西 如果說我們挑對東西 挑對人 它絕對是可以讓你整合包的一個選擇啦 我如果剛有去看我剛那個Core Plus的那個YouTube影片 片尾的時候我有說嘛 我們拍這個Core Plus沒有要業配啊 那台車我已經賣掉啦 你不用再留言說你要買影片裡面那台車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車它是一個很容易被遺忘的車子 就像班上大家都去追笑花 對嗎 尤其你是班上最帥的 對嗎 體格最好的 最風流替躺 要不然你就不要跟人家擠著它去搶笑花嘛 對不對 你去找第二名的第三名的女孩子 對不對 搞不好引擂有沒有 哇一不一脫下來 有沒有 你賺到啊 你說 不要忘記 像這種比較容易被遺忘的這種好車 就提醒大家可以去再找車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列為一個追蹤金單裡面的車 對不對 比較一下 那玩玩說齁 車價跟FB賣的車價又不一樣 其實有時候是因為它要用低價去釣魚啦 我都講校草 對 如果你追不到 如果你真的追不到女生 對不對 你可以考慮男生 如何找代步車喔 這個問題我倒不知道該 因為範圍有點廣 不過你可以去參考我的YouTube影片裡面 有一個 我好像拿了三台的銷售 再做一個比較 做一個挑選 那有基本的一個車況的判別的方式 反正我是覺得 其實我們一直在推廣 想辦法在上面有很多花東的朋友啊 高雄的朋友 他們可能沒有那麼空閒的時間可以上來找我 但是如果從我這邊可以得到一些正確的資訊 那就不顧我們這個每個禮拜三 開這個直播的意義 Cole Plus Livina小師怎麼推薦 其實我覺得兩台車的性質差不多 那 以我自己本身啊 我比較喜歡Cole Plus開起來的感覺 稍微比較扎實一點 其實我坦白說 Livina跟Tida它這一代的 那上一代的 然後大概12年的左右 Livina 11年左右的Tida 它那個方向機做的 讓我們這種比較常在開車 會注重方向盤有一點手感的人 不是很喜歡開那個車子 所以我會選Cole Plus 那你如果說推薦 基本上我覺得只要你喜歡 然後你覺得空間有 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覺得開起來覺得素心 我覺得兩台其實都還不錯 風田Puevia好養嗎 當然好養啊 你看你前面 俊校你前面就打風田兩個字了 他怎麼可能難養 除非你買牛魔王對不對 牛魔王也不會難養到哪裡去啊 可是我現在很擔心 那個牛魔王的那個 跟B&W合作 不知道會不會很會漏油 台中不用開分店了 我這一場弄個那麼大的場 一百多台 所以現在就麻煩這個外縣市的朋友 假設你們真的覺得小事還不錯 如果剛好有看到你喜歡的車 那可以了解狀況詳情之後 那再上來看車 基本上交車我們都可以幫你交到台中去 我覺得我很多客人很可愛啦 他們外縣市台南嘉義啦 甚至宜蘭啊花蓮啊 然後來高雄也有 來台北買車 然後他們就週五啊 或週六坐高鐵來 因為我們公司離高鐵站 也是五分鐘的路程 我們會去接手 看完車訂完車就在台北 住個一天兩天玩 上次有一個說去九份 去動物園 反正就是台北完全101 帶媽媽去101的也有 然後就玩了兩天 然後再回去高雄回去台南 如果又能夠買到一台自己 適合自己的車 我覺得也還不錯啊 2.4 3.5 維修保養費用有差很多嗎 你如果遇到引擎周邊的問題3.5的比較貴 分電盤考耳大概何時更換 那個不用提時提前更換 比爾分電盤考耳你就等到你的引擎不順 因為他只會他不會一次全掛讓你 我很少遇到全掛的 就是讓你雕掐很少 除非你是舊式的分電盤 那如果是考耳的話 我遇到通常都是一缸不點火 兩缸不點火 都是線壞掉而已 很少一次讓你雕掐 跑不動的 07的GS350多少入手合理 我想一下50萬左右 旅行車可以開了 乾脆那個T5 還是那種賓式的旅行車來 主義團來買完車 然後就載出去台北一日有 士林夜市九份這樣 強化接定線全車13條 報價4500 考耳是黃金的喔 你問他說那是整條是純銀的 還是鍍金的 那幾百塊的東西買回來 自己接一接就好 你自己學店的資訊 人都不知道 對那個分電盤和考耳 這一顆沒有錯 可是通常我的經驗都是 他會分四缸 會分四個出去 那通常我遇到的都是從線開始壞 那你沒有辦法去預測 分電盤或是考耳他什麼時候要掛點 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會是一個 需要提前預防的去更換的一個零件 我覺得老車接地線有用 老車有用 現在新的我覺得我不敢講 因為老車因為這個生鏽的關係啊 或者是電線氧化的關係 車子阻礦真的會比較大 所以我以前玩很多老車喔 接地線接是真的有用 講到預防性更換喔 我最近遇到一個案例喔 就是有一個客戶喔 我跟我們買一台這個CT200H 雷克薩斯的 然後他不知道他很回原廠保養還是什麼 然後原廠跟他講說他的 底盤有一個三角架鐵套之類的 建議更換 然後說量他的電瓶 小電瓶剩下10伏特建議更換 就寫了幾樣東西 就跟他講說這個是預防性更換這樣 看我們客人很聰明 保養也沒有花這條錢會來給我們檢查喔 因為鐵套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 第一個硬化或是有裂開 甚至你開起來已經有聲音了 鐵套就可以換了 我們整個看起來坦白說齁 那個彈性還很好 然後也沒有裂開 然後也沒有異音 那我們就跟這個小陳 我們修理復戰討論 我們怎麼看都不覺得那個是 是需要預防性更換的東西 鐵套這種東西啊 給你真的有一天裂開了 他也是扣扣扣扣扣扣扣 扣扣扣扣我們再去換就好了 然後他說原廠跟他說 這是預防性更換 然後我們去量這個電瓶啊 其實我都有這個拍影片跟照片 電瓶他跟他說量 他們量測是10伏特 然後我們一來我量了3次 我們怎麼量都是12伏特 所以我不知道說 他們電瓶比較精密還是怎麼樣 他跟客人講說電瓶建議更換 因為如果有跟我們買車都知道 我們每次交車的時候 點交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跟我買車我車要交給你的交車當天 我們會現場量測那個電瓶 給你看他的壽命 伏特數通常我們都確認 沒有問題才會交車 那我摳連純實伏特 就神奇了啦 買了中古車行 17年神A 合約貸款62萬 實收83萬是被騙嗎 不知道要看合約內容 加電容比較有用 可是那就跟很多以前的這個逆電流的說法一樣 坦白說我不相信電容這個東西 他會爆他會融 如果有學電的人就知道 很多以前有一些新聞的案例火燒車 都是因為裝了這個逆電流 那逆電流你如果有去買回來 你把它拆開看裡面就是全部都是電容 那基本上我們去外面收車回來 我跟柯P的習慣 我們只要看到這個電瓶上面有電容存在 有逆電流存在 我們一定都把它拆掉 我們有幾個東西 我們去收車回來的時候看到一定會拆 逆電流就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暗鎖 什麼觸碰的暗鎖 有的什麼磁扣的暗鎖 有的要按電動窗 要開大燈小燈才可以發動的暗鎖 因為我跟你講喔 暗鎖這個東西永遠都不是在鎖小偷 永遠都在鎖你自己 有一天暗鎖掛掉的時候就是你叼瞎的那一天 所以喔 那一天這個雷克薩斯這個事情之後 那客人就說預防性更換 那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你從新車的第三天交車 你買新車交車第三天 甚至第一個月過了開始 你就可以開始預防 好所以這個起人優天跟未雨綢繆 是不一樣的東西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啊 他說跟他量量測 他說原廠跟他講說10點多幅嗎 我也覺得很好奇 那我10點多幅 我怎麼量說10點多幅 他最少看在這裡 沒有 不過他那還是油電車 所以應該還發得起 油電車的啟動 我記得他的電流沒有像 電車汽油車這麼大 因為講到預防性更換了 對不對我怕我老婆離開我 我就先預防性換個老婆 哈哈哈 對不對 那遲早有一天要離開我的 我先預防性的先交一個小三 好先拿來當備胎這樣 很敢講 我剛剛說那個直播啦 余賢謝謝你提醒我 我說我看到館長直播 就有一個網友 他們好像有那個線上的網友問與答 那有一個網友意思就是 館長的那個收費 健身房的收費啊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這樣 館長他的回答就是說 他給一些警銷人員什麼都有打折 可是他的意思啊 他的其實他的回答跟我的回答很像 他覺得他的價錢就是他 設備都是用還不錯的嗎 什麼國際規範那我是不懂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反正他換算完 他覺得說啊我最低的利潤賺到哪裡 那我就把這個定價開出來 然後你不管跟誰買 我覺得這個重點都是這個價格 因為我以前齁 我覺得我真的很討厭健身房的這種機制 我跟我老婆齁其實 去了之前去了蠻多年健身房 健身房的那個價格啊 真的是他媽超不透明的 你跟A業務報的價 跟B業務報的價不一樣 同一間公司喔 你一樣難敢管 你找兩個不同的業務 報出來價格不一樣 我真的非常的討厭 而且我非常的抵制這種行為啊 你今天你來找我買車 我給你的價格 跟你找阿翰阿柯P 買車同一台車價格不一樣 神奇了吧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很統一一個定價出來 然後大家來賣都是一樣的錢 你不能因為說這個客人比較笨 你就要賺他多一點 這個客人比較刁鑽 很會殺價 比較機車 然後澳洲來的澳門來的客人 蘇澳來的客人 然後你就很便宜的賣他 然後一台車有兩種價格 有三種價格 然後你去賺取這一些 比較單純的人 比較相信我覺得啦 除了單純以外 他願意跟你買你這樣的價格 是因為他信任你 是因為他信任你們公司 那你如果利用他對你的信任 然後你去賺他的錢 你把他當很笨蛋 你不是在浪費你的好客人嗎 也許他現在不會發現 有一天這個客人發現 他就不再是你的好客人 他就變成爛客人 他就變成他不來跟你買以外 他去外面有沒有 別的店家GY 所以其實很多GY的客人 都是被訓練出來 因為人不是狗嘛 對不對 狗你在怎麼揍他欺負他 他還是看著你要尾巴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養狗沒有養小孩 呵呵 小孩搞不好還把爸爸殺了 狗不會好不好 他殺不了我 他太小隻了 法蘭基說的很對嘛 你就一樣的東西 不管你IKEA 還是念IKEA 還是IKEA 隨便 你走到全省的店 一樣的商品就是一樣的價格 沒有什麼台南比較貴 台北比較便宜 我的店比較偏遠 你當然運費增加OK 可是東西就是一樣的價格 就這麼簡單 很多新來的朋友 我可以再跟大家講一次 以我們自己為例 我不知道有多少車廂 現在有辦法跟進 沒辦法跟進 我們的車價格 開出來就是一樣 那我再解釋一次 可能會看到粉絲專頁上面 小編打一個 10X1 請留私訊 那這個私 其實我私給每一個人的價格 都是一樣的 並不是為了要隱藏價格 或隱瞞價格 而是為了要讓這個 粉絲業比較熱絡 大家有留言 就單純是為了這個原因而已 然後我們所有的業務賣的價格 一樣以外 然後他們的獎金也不會因為 他們賣你們更高的價錢而變多 賣這台車 不管你裝了多少的配件 你給它保了多少的保險 你貸款或是現金 他們到他們手上的獎金都是固定的 那我相信我們的客戶 都能夠體諒也能體會說 他們也是需要獎金 因為他們用他們的勞力 用他們的服務 來換他們虎口飯吃 過生活的一個費用 這就是我剛剛要講的 就是我很想要遞食這個健身房 其實有九成的健身房都是這個樣子 你找每一個人的價格 真的都不一樣 真的很棒 我老婆那時候要續約 她到期 我是這一次到期 我就直接到期 你知道嗎 怕放球會到期 我這一次喔 健身房我三年前的到期 我就再不續約 那我老婆因為她還要續約 因為她會去上一些課程 她在南港這邊續約的 找到天母那邊的業務去續約 因為天母那邊的業務報罪兵 你看扯不扯 那就跟有一陣子馬自打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很神奇喔 他們分區分毫喔 你這一區 你就只能在這間馬自打買 你的戶籍在這一區 你就只能在這間馬自打買 然後別間馬自打比較便宜 怎麼辦 靠要把戶籍籤過去 唯一就銷兩萬銷三萬 不是小朋友在籤學區耶 我真的覺得台灣人無極限 4.2升加4公升有差別嗎 基油 其實200cc還好啊 但是要看你的車子科技高不高 你如果你的雅各應該是沒差 有的科技高加多是真的不行啊 而且其實齁 你4公升的油啊 你真的在漏的時候 你在保養在漏 你也不可能把4公升都漏光 你裡面還會有殘留 那殘留你不少加 就算了你還多加 那會多不止200cc 還有一個齁 然後也很常遇到 我最近也遇到蠻多人在問的 大家都很喜歡問說 這一台車是不是元期啊 那我記得上次問我 問我說這台車是不是元期的 他問我是一台7年的車子 基本上站在我的立場齁 我幾乎是沒有看過一台 不要說7年啊 超過5年以上的車齁 我幾乎沒有看過元期 幾乎沒有很少 進口車比較有機會 我坦白說 他少開都放在車庫 他開車很小心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國產車來講的話 超過3年以上 你要元期的機率真的很低 你隨便你要考個保險桿吧 可是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分幾個層面 元期這個問題 我是一定都跟客戶講 那不是元期 甚至我有時候會跟他講 這車有四處考過7 有六處考過7 對我來講考過7是無所謂的 因為我認為那是正常 你在民國30年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我的老婆來 嫁給我是處女 你到現在這個時代 你在立下這個規矩 我告訴你 你看你取不取得到老婆 假咖麥耶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元期會看要非常 年資非常高的經驗 老師傅啊 板金的師傅啊 或者是你在這個業界很久 好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問題 當我回答客人說 這不是元期喔 有幾處考過7的時候 如果今天是別的車商 回答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是元期 因為為什麼 你在網路上問我問題 代表什麼 你還沒看到東西啊 我那麼老實幹嘛 我跟你講對元期 那我現在如果回答你沒有元期 有可能這個客人就不見了 所以 身為一個專業的汽車銷售員 標準答案就是元期 這台車元期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元期 你絕對沒有看過一台車 我這麼久的這個職業生涯裡面 我沒有看過一台車已經七年還元期的 麻煩你趕快抽時間來看看車 這才是標準答案 所謂的元期齁 不是 不是 原來是黑色現在還是黑色 有些車行就會用這種方式 你說哎呀沒有元期啊 你說沒有啊是啊 他說原來是黑色現在還是黑色啊 你有考過期 有有考過但是是元期啊 原來的黑色期啊 等你人來了 你還要真的會看喔 這機率有多低啊 你會看嗎 基本上門換過我們要看嚴重度 然後 主要是反應在價差啦 其實像我有時候也會換 簡單的板件 車子小事也會賣 但重點是要反應在價錢上 那第二個重點是要誠實告知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R55不一定喔 R55你要看他的支架是洞中間還是全洞 因為R55我記得沒錯的話 有可能他換水箱要動那個水箱支架喔 其實電腦色調倒不一定喔 因為你如果除了原廠的那一次 你後面在烤的時候 雖然你調出來的色是一樣的 但是會因為噴的這個角度不一樣啊 或者是這個噴的這個厚度不一樣啊 還有你的烘烤的過程的這個環境數值條件不一樣 其實還是會產生色差 所以基本上後面才烤的漆 很難跟原來的漆顏色一樣 再加上你原來其他部分那些漆 可能已經過了好幾年 所以他也變舊了 所以你拿當初原廠調色的漆也不一定是準確 換過前檔價格不會變低 但是要看為什麼換前檔 對你如果只是石頭打到去換價格不會變低 因為玻璃不屬於板件 好啦反正就是我要講的就是一個層面 當客人在網路上問我是不是原期的時候 其實我的回答我不知道有時候很尷尬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從嘴巴裡面吐出說 沒有錯這是原期這幾個字 第二個我要表達是其實是不是原期 對於一個車二手車來講 它相對並不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當然月薪的車你買三年以內 我覺得你可以要求希望盡量是原期 但是百分之一百我覺得太苛求 至少有的甚至我們常講的 你第一年新車保全險 第二年有送你六處的一個免費考期 你考不考不考也不會給你錢 要不然你就有的保險公司可以換別的東西 那有的是說你一定要考 你就算把他考掉等等你可以 因為你沒出險所以他給你的獎勵等等 要買沒用過的Helix之後用什麼東西啊 想聽師哥對納智傑的評語 那個線上我們老朋友都可以幫忙回答了 對納智傑是沒有評語的好不好 X5幾年以後才有渦輪 哇詐了一二吧 09年Outlander Xtrail Severin 建議哪一款 一定是Outlander的啊大同 因為09年的Outlander是新科技的東西 可是Xtrail Severin都是舊科技的東西 昨天晚上阿科開的那個IS2501受損 那還跟新車一樣那還美的要命 美若天仙 你如果要把車 對不對 比較成一個女孩子的話 真的就是美若天仙 好啦反正好元期這個事情 如果他超過了三年以上 我建議大家還是以車款為主 因為我還是覺得說有時候你買二手車 你斟酌的點並不是在於是不是 我覺得你第一個問題是 是不是元期這件事情我覺得不對 你應該要去擔心說我買回來 我還要不要花錢修 對不對 那就算調表也沒什麼 車況好調表我覺得OK 那重點是你不要調表不告訴我 然後賣我沒有調表的那個金額 對不對 賣我更貴 那我覺得沒意思 不要 後來的假債 等那種感覺 歷福有建議嗎 歷福我還沒看過耶 我也不敢建議 有年份的CPT雙離合問題會多嗎 以十年來看 現在有十年的雙離合嗎 目前雙離合有超過十年應該只有福斯的車子 那基本上如果比成高的話我覺得 雙離合至少要修過一次 然後CPT的話 聽說蘇巴路的有遇過 然後 Centra之前有遇到 然後 其他又還好勒 賣車會被車商說不是元期砍價嗎 我是不會啦 別的我不知道 沒有啊 你那個車如果只有開三個月不是元期 我覺得也是有點怪啊 還是要看那個車的年紀啦 而且 不是元期 是不是元期到什麼程度 整台都不是 還是只有保險桿考過 還是門上次不然已經刮到考過期 還是這個側群都考過期 對不對 不一定嘛 程度會不一樣嘛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 拜拜